老花一开枪评测的第11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山乌龟 这个是从云南那边逃过来的一个 可能的话我老是喜欢这种东西 因为它长的一个形态就像一个大的一个番手一样 另外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养护 咱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 金不换 我们这边确实有叫金不换的 送了这个肥料跟 颗粒还可以用 这是火山盐 这个没事 送了这个肥料的话我不建议大家使用 像这种的话一般都是用黏土造的粒 里边基本上没什么肥力 这个东西就是黏土造的粒 你可以看到吗 没什么肥力的 看到吧是黏土吧 没什么肥力 这个肥料咱就不要了 养护方法给大家拍个照片看一下 好吧 先来打开 送了一个小的吗 买个大的送了个小的 对吧 是这个是吧 我送了一个小小的 这个小宅 那大家在养护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呃就要简单的注意一下什么呢 一个是种植 你别种反了 你一定要找清楚根在哪 根是在下边的 很多的话我憨不露出的 啊我不知道是谁了 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反了 把这头做到地下去 把上头露出来 那我发意 我咋了 这个怎么不发意啊呀 我说你反过来试试 然后呢 他就反过来拍了个照片给我 我说你把那个球反过来 哎呀 那下面怎么长叶了 他怎么不长叶 好吧 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咱们这个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入盆入土了 那像养护山乌龟啊 或者那种快径类的呢 大家就不要完全的埋到土里面 它是那种半裸漏在外的 是那种半裸漏在外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咱们在养护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盆土的排水透气性 另外呢 它是那种爬条子的 它会爬的很快哈 你最好是提前 预知的给它去搭一个腾架起来 也不然的话 它爬的哪哪都是 你哎 有的话说长了可以掩吗 完全可以 OK没问题的 这个东西呢 大多以野生的为主啊 因为长得实在是太慢了 实在是太慢了 不排除这个有养殖的啊 咱们也不能话说的那么绝对 另外呢 苗晴是很哇塞的啊 这一头也不便宜 20多呢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它的一个养护啊 就是当大家说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一个是入土 不要完全给埋起来 基本上就是负责在上面 再一个呢 就是阳光 你可以给一些阳光 但是夏天的那种强光曝晒 你尽量的不要给 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干燥的时候呢 浇水在一块 千万得稍微拿捏一下 你不能让它烂了 跟用盆这一块的话 药就排水透气了啊 简单了解 它的耐寒能力就很一般了 有话说 我能种在我们山东市外吗 我说能 明年你再买呗 再一个呢 就是咱们说到的用肥的 像这种快净类的呢 大家就是以这种 淡肥和甲肥为主 磷肥的话 可以适当的少一点 磷肥过多的话呢 它会导致你这个土壤里面 就是结抗 就是在土壤里面 它基本上吸收不了多少 你可以用奥利的A2啊 或者花多多8号都可以啊 接下来咱们说价格 价格的话 这种东西一般从山上挖下来呢 都是论金卖的 价格呢 也不算贵 一共20来块钱 再加上打包发快递呢 是吧 价格这一块给个七八十分 描情的话 你们是看不到什么描情 总的来说 没有磕商 没有碰 送了一个小的 这个呢 基本上综合得分呢 也能大概能带90分左右 非常不错啊 另外呢 关于好也好 关于坏也好 我是不会点名到哪个商家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呢 老花姨也会义务的 去帮他宣传一下 我可以私信给你 咱们是不接任何的广告单了 好 就到这了 我是老花姨 眼花最难一 下一期的时候 给大家来一个实战的操作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